所以,这个程式部分的话,大家有一个盲点 就是mini 这个词 这个是等于0,那如果它不是负的话 mini 改成 input 就可以防达了 mini 改成 input mini 改成 input 就可以防达了 这就是你输入的东西,但它不会分自己比较 分自己比较 呃... 输入的词,你说假的... 你改成 input 直接输入到mini 里面去啊? 然后自己跟自己比较 哦,也可以啊 自己输入,然后自己输入到mini 反正,所以第一次输入的话 假如说我们这个里面它给的值 第一个是29,所以mini 差数值是29 对,它就是可以比较 这样也是一个方式啦 就是说 它初始词29 再跟其他数比较 这个也是一个方向 只是说 刚刚这样写法的话,如果再考试是也OK啦 只是说如果 你将来在处理资料的时候,如果你要自己跟这些所有资料里面 要找出最底 也许,像同学刚刚讲的,这样也都OK了 你不要给一个初始值 不然这个初始的话会造成说,将来比较不到 这个值如果比较小,那最后变成就是0了 那就不对了,因为根本没有这个数字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另外,当然不然就把这个 你说这个地方可以把它改成mini 这个把它改,改到这里嘛 input input一个mini 然后这边要改mini啦 不用改 就画我email,然后再输入 等于是第一次的 这个在想想看好了 如果要把城市金钱 如果 那就干脆这个不用啦,不用mini 直接把这个 这个改成mini就好 mini跟mini自己比 好像也不能比啊 不然的话,你就是把这个数字再加大 反正这个方法很多啦 自己再想想看 所以呢,理论上 比较 如果 讲的话有更好的写法啦 所以我这边有放了第二种写法 就是说 就是我们可能一般比较正规的用法 就是大部分都是先把它放在一个串列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输入一堆资料 输入这一堆资料 那理论上呢,一般如果说 在Excel里面 你可能这一堆资料是放在 一个范围里面 然后你可以把它选起来 用mini的函数 它会告诉你这个范围哪一个数字最小 它其实在Python 逻辑是一样的 只是说要必须要程式来解决的话 首先第一个 我们就必须 假设 所以以后如果你在Python里面 需要使用到串列的话 串列就list list就是清单 就像Excel里面的那个范围 第一件事 特别是 你可能就需要在上方 先增加一个空的一个串列 那空的串列 假设它的变数名称叫list1 后面记得 空的串列就是一个中瓜虎 空的中瓜虎 那表示说我现在新增了一个串列 那里面没有放任何东西 那这件事一定要做 因为你没有空的 你就没有办法放东西 那我要怎么放东西呢 很简单 就是借由这个list1 里面再增加一个方法 叫append append append实际上就是什么 把资料放到这个串列里面去 所以我今天如果放什么 假设我今天放第一个 他就把我放第一个 第二个一直在追 后面的话就把a放进来 所以a如果输入一个 他就放一个 输入一个就放一个 那你这个清单里面 就放很多个 那最后的话 如果我要知道说 到底哪个最小的话 我只要在这个list1外面 再包一个函数 叫mini就可以了 那我就将来输出的话 反正我就把这些资料 全部放在这个清单里面 然后呢 mini这个函数 自动帮我找出来最小 所以利用这个方法输出的话 也是-388 OK 那这个方法当然 我觉得比较没有问题 只是说 你们可能要多学习一个 叫串列的东西 list list 这个方法 append 所以 可能要注意一下 三个地方 第一个 空的一个串列 第二个 用append的方法 把资料放进来 第三个的话 你用mini的这个函数 瓜糊 找出这个串列里面最小值 你们可以试试看 这个方法应该比较没问题 如果一般 正规的 一般我们写程式的话 还是理论上 会用这个方法 几率比较大 OK 所以刚刚也许你们可以试试看 这个输入结果应该会得到的也是 甚至 甚至你也可以怎么样 把这些资料 假设我这个 甚至你可以多一个print print 假设你这边可以在print 把list 给print出来 因为你现在直接print 那个什么 那个mini的最小 你就不知道这个清单里面放什么 如果假设我今天执行的话 那我把资料输入 这好像没办法直接贴 这个 它好像还是要必须一个一个慢慢输入 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假设29 随便输入 我就不照这个上面输入 假设我就输入一堆资料 然后最后一样-388 一样9999 Enter 好 那你会发现呢 我这边输入的结果 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呢 我多写了一行 就是print 这个list 那这个list 里面的话呢 就是放这样子 中瓜糊 里面的话就是我刚刚输入的这些数字 有没有 然后呢最后的话呢 就是会得到mini最小的 -388 OK 那不过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999没有被输入 有没有 没在里面 为什么 因为一辅 有没有 A等于999 所以break掉了 它就跳里了 就没有把那个 这个999写到清单 因为999不是我们要判断的 所以特别注意这个地方的话 那串列 将来会用到的机会还蛮大的 好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大概就是讲到那个 第402 OK 402 那下个礼拜的话 再来就是看那个第404 所以回去有时间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个404 这题还蛮妙的 这题还蛮妙的 比如说以下的数字 如果把它反转 31283 如果把它反过来叫38213 那怎么做比较比较简单 方法很多 OK 我至少写了四种方法 一样可以用数字来看待 一样可以用文字来看待 只是说你要怎么样刚好把它颠倒 输出 这个回去可以试试看 这一题跟那个刚刚那一题蛮像的 OK 试一下 那今天我们先到这里